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你目前不重要 一定要想明白在心心里面打开放松 清理这些合计 目前对你不重要 不要把功课再强加在你身上 你已经好累了好累了 生活的功课已经做得这么疲惫了 还在家上佛学的功课 为什么不能什么也不做呢 不是说我们携带家里什么也不做 是心的头脑什么也不做 让你的心的头脑停下来 从所有的人世界的七情六欲 人世界的种族的聪明才智 从佛法的智慧里 你认为那是智慧 或者是每个老实事就给做了 那些东西清理掉 然后坐在那儿 变成一个单纯的小孩子 像赤子一样的 赤着脚在地上站着看着这个世界 一片茫然充满了好奇 没有东西可以了解 这个世界没有东西 即使你很有智慧 你能了解吗 它为什么是红的 它是红的吗 真的是红色的吗 不是就是太阳光 反射到我们眼睛的一种色彩吗 它真的叫红色吗 佛说它叫假名 假设红色的 那么一分开它是彩色的 因为它是敷衍 它反射的角度不一样 没有东西我们能够了解 站在不同的维度 一切都会变 像个孩子保持好奇就行了 站在那儿看着这个世界 无所求去体验 然后爱上这个世界 你就幸福了 那就是红的感觉 如来的感觉 不用加太多功课 我们都足够 你都足够聪明了 为什么要再学那些 太累了 我只是这样说 先把心放下来 头脑放下放松 头脑放松 放下头脑 放下聪明的眼睛 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心 个聪明的眼睛 放下我们有所求的心 我们最需要学的是 这点一些的 这点如果会了 其他的太简单了 你知道吗 你能放下有所求的心 你坐在那儿就入定 那个定太简单了 就是这种忘我的状态 就像赤子这些孩子一样的 坐在那儿忘我的状态 不再被任何的境界跟定义控制 规矩啊 人世界的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定义控制 不再跟这个世界的 什么道德什么观念 所有的一切不再控 甚至佛学的戒律 所有的一切 通通放在这儿 能不能先歇一会儿 我们可以成岛 可以慢慢走 但是我们需要歇一会儿 你一直就没歇一会儿 这么累 你怎么修行啊 你坐在这儿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 你的心好累啊 你的头脑好累啊 就是最起码累了 也想休息 是想通过打坐来休息 或者休息来休息 或者通过智慧来休息 但其实是学多了 最起码今天你需要休息 完全的放松 什么也不学 但什么也不学 那聊聊分明就够了 你知道茶是这样的口感 杯子是绿的 你知道你在吃个桌 我们在聊天 你知道这个西瓜 是这样的 你知道西瓜的口感 你知道我们在这儿 知道这个桌子乱糟糟的 知道对面坐着谁 一切了了分明 什么也不做 这就是修 就是说先了了分明 绝而不动嘛 你先什么也不做 先保持绝 其实平时我们一绝就分别 因为每个人的本性是佛 其实我们不能够回归到佛性 是因为我们的分别执着 我说的 一绝就会分别 这个东西放在这儿 他放的位置对不对啊 或者你平时有时候在家 你会很敲击 可能说我应该这样放 应该这样摆 可能切的也不够一手 是不是 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 但今天他就这样子 随便就扔在这儿了 今天你是客人 你不需要改变这个房间的任何东西 因为你是客人 这个房间很多东西 我相信入不了你的眼 太长乱长了 那好 你一个 你坐在那儿客人的时候 因为没必要改 你也不在意 因为你从车就会过客嘛 放在这儿 你知道 你想吃或者不想吃 知道就行 你也不在意 它怎么摆 它切的好看不好看 什么都不在意 至于葱茶 那个葱茶的姿色标准 不标准 那个又没有艺术感 茶好不好喝 那个茶是什么茶 管它呢 反正喝了解渴就行 什么东西都放得很平淡 坐在这儿 不用去刻意体验 你知道就行 连体验都放弃 你知道就行 知道 像个孩子一样 坐在这儿 就这样 这是最佳作品 而且对 这就是功课 不是我今天教你怎么修禅定 我会历死你的 知道吗 我如果把四禅八地 什么菩萨游戏上面 这些给你讲一堆概念 你肯定会得死 你也学不成 知道吧 你不需要那些 有时候智慧就是放下的能力 你能送街回归到赤子这些孩子一样的 能够闭着气不出气 能够修三天 定 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是 有时候多一点功夫 那不代表你能解决问题 功夫是能够承受 有时候有些功夫可以看齐实相 有些功夫可以承受力加强 但解决问题有时候这些就足够了 因为我们已经足够充满了 我们已经长到三四十岁了 然后学了很多东西 头脑里面抓了很多知见 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实际经验也体验过 我们足够充满 只是我们懂得太多了 太杂乱了 从来不读到清理 从来不休息 头脑的心 永远在渴望这种 真的如果你想见一位真正修行的老师 实修的老师 那么你去哪儿 你要学习的就是怎样休息 没有东西教你 知道吗 因为实修的老师 都是每天坐着来休息的 是吧 放松 比放松更要放松 心无渴望 这世界本无所得 就是这样 三四十年你得到什么了 一场梦而已啊 临中的时候我们也会走 因为每个人都会走 是不是 这个生死是同行的 我们也知道走的时候 谁都会知道走 走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走的时候也什么也带不走 也是一个人静静的离开 每个人都是 是吧 能带着什么呢 两手 你这个世界所有渴望 所有抓取住的东西 全部都受害 心纠结什么呢 过去的 发生的 是不是 恩恩怨怨 爱恨情仇那些东西 早就应该释然了 甚至伤害 是不是 都是来这个世界了源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然后静下来 放松休息 把自己做成这个世界的过客 就是路过 路过 路过 跟谁认识 只是这个善言 大家相遇了 果然西约 珍惜一下 能陪伴多久 就算多久 路过客 然后呢 这一世走了 也许休息人 都应该有这样的理想 就是这一世走了 不再来了 可能去极乐世界 可能会解脱 或者我选择来 或者不选择 都有能力了 路过 他是就这一世了 一世也就几十年了 对我们 还不会过 凭我们现在的经验 已经过得很好了 还学什么 然后学一点佛的智慧 我就解脱了 有那么难吗 我觉得 修这个佛法的人 首先学会休息 休息 让自己放松休息 心休息 心休息 无所住 无所住的这些 心不会住在这个世界上的 任何人事物上 纠彩在里面 或者是牵挂在里面 不过是你的孩子 亲人 父母 你可以孝顺他们 可以爱他们 但是不切 不切挂 不纠缠 这是修行的地方 无所住的状态 回归当下无所住 像一个孩子一样 无生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 个过客 对啊 就像你回家 去公司 或者去任何一个地方 你永远就像来这个道场一样 这些事情跟你没关系 你今天身体好 心情好 可以帮忙 把这个事收拾一下 如果不好 OK 挺好啊 这不乱七八糟挺好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很干净呢 你也今天没觉得我家很脏吗 是吧 最主要是觉得不对啊 不行啊 这样做着难受啊 是吧 我是简单 就是女孩子 干净的女孩子 都是这样的嘛 对她的生活 敲气啊 对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摆的东西 都要摆到位置切 不要摆个什么 那样对情感 对自己的事业 对很多东西都开始 嗯 这蛮力的你知道吗 我好跟女父 我好敲气 我老婆 渴求完美啊 因为女孩子有很多可求完美啊 所以她老婆她跟我在一起好冷 是啊 下次你回家 就是这样子 你就把你家当成这儿的倒床就行了 老师说是容易 但是就是很容易起那个信仰 休息啊 绝照它 绝照 在日常生活就保持绝照 绝照是一种能力啊 保持绝照 知道你起来了把它放下 去速的放下 可能第一次放不下 三天以后才放下 第二次一点天 第三次一天 知道 然后努力的去 重复的重复的往下放 谈天吃满鸭 十七一网 比如说你头还干净啊 有的人有洁癖啊 或者是 他这个坐着乱 他就受不了坐在这儿 那么受不了呢 如果你在这个点上 你觉得自己是受不了的 那么你就要破这个点 倒不是乱好 干净是好的 真的是如果是干净是种品味了啊 要是过得很整齐很干净 我也喜欢做这个干净 弄得很漂亮 只是说 我是拿这个举个例子啊 咱们不干净也能过 就是这样 但是呢 当你觉得你受不了这种不干净的时候 你就要绝照了 一个休息的这就是绝照 坐在这儿 为什么我看见这么难受呢 这个桌子跟我的身体有什么反应呢 他又没化学反应 为什么心里就像毛小妖妖 就觉得 怎么可能这样呢 怎么可能这样 而且头脑不断地要去收拾 一定要把它弄干净了 我才舒服 我才还舒服 而且我今天很累 我而且很疲憋 为什么我甚至这么力 这么疲憋 还要去收拾这个桌子 而不去休息睡觉 那个就要问自己了 其实这有点强迫症了 已经有病态的 这个干净有病态了 干净很好 整齐也很好 甚至洁癖我觉得很难 是好的 是你不能忍受不干净 不对 干净的人可以忍受不干净 可以忍受脏外差 这个就叫中当 你干净 你选择干净 没问题啊 那个不干净的你要忍 而且你能够宽容它 你知道它不叫不干净 你叫干净 干净是一个面 就叫黑跟白 你总不能喜欢白天不要黑夜 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觉得你在这个地方空住了 你必须干净 那么你对有这个世界的母一例人 你就不行了 你不干净的人 你怎么给他接约啊 是吧 你菩萨要普度众生的哦 是 那好你在这个地方破 今天我就睡觉 我就是不干净 没关系 我就会 我就坐在这儿 我想吹自己的气 哇 好脏啊 不开不长 自己念叨 阿弥陀佛 不长 这就是修行 其实就是慢慢慢慢 有一天你真的不长啊 那个时候你再干净没问题啊 不是一个破了分别的人 就会选择脏乱茶 不是的 破了分别他更多的 他更是选择干净 而且他对关键的要求更高 知道 但是那时候选择 但是脏乱茶他照样活得很开心 如果这个世界变成了招乱茶 变成了什么地狱 他照样就很自在 是吧 他不会觉得 哎呀这咋活啊这活的 他就不会夜市夜离 知道吧 在哪一块卡住 在哪一块裂 需要裂的知道吧 不是说我当下就能接受的 接受不了的 你在那一份 最不能承受的那一点是裂 这就是修裂 修裂就是裂 这一点的东西知道 如果没有机会说 你说他老公是吧 我老公 如果你干净他也干净 俩干净把这个房间插得低 灰尘也没有 那你们俩连练的机会也没有 是吧 还得别人过去给你们打烂 把这些地方 就因为两个太干净了 是吧 那别人可能就是 进去有些不干净的 站没站的地方 坐没坐的地方 哇这垫子都干净的 趴回家一坐下 身上有灰尘还得抖抖是吧 好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